1937年 是中国现代史最为黑暗的时候 这一年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北平 天津 上海相继沦陷 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 叫嚣着要在三个月征服中国 面对日口疯狂的进攻 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 随着战事的恶化 一批中央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 相继南迁 并在后方逐渐形成了 四大抗战文化中心 他们是重庆 昆明 成都和李庄 李庄 这个位于四川移并下游 长江之滨的古镇 有着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北周时 李庄为南西县制所在地 后来因战乱 南西县城迁往别处 今天 李庄仍然保持着一个古镇的特征 此情此景 似乎很难令人相信 六十多年前 同济大学和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学者 曾把这里作为他们学习 研究和生活的地方 在李庄度过了一段艰苦而又难忘的岁月 抗战初期 战区十分被动 中国脆弱而落后的交通线 承担了日益繁重的运输任务 车站 码头 到处都积满了逃难的人们 在这些人中 有研究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大师傅思年 有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 有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 他们每天都要踏上未知的旅程 随时都要面对死亡的威胁 1940年 日寇逼近长沙 宜昌 威胁到国民政府所在的重庆 同时对昆年也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轰炸 刚刚拿起的书本又不得不放下 人们开始频频躲避日军的空袭 春城再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即便是在当时最详尽的地图上 李庄也是个不起眼的地方 抗战时期 战火的硝烟还没有弥漫到这个千年古镇 茶余饭后 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仍是当年的收成和柴米油盐 谁也没有意识到 李庄在不久以后 会和几千里以外的一群陌生人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是否接纳千川机构的问题解决以后 这些文化单位的攻击和安置成了讨论的重点 当时李庄的人口不足三千 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 1940年10月 同济大学开始搬迁 同年秋天 各研究机构也相继展开千川工作 四处漂泊的人们终于有了一个家 而李庄 在以后的一段岁月里 也成了中国抗战文化的四大中心之一 我的家在长江边上 这里有弯弯曲曲的肖像 和长满青苔的石板土 飞到春天的时候 天神在河边飞来飞去 大气点点点衣 而我们最喜欢回坐在那树旁 请爷爷讲过去的故事